新北市联新慈善会日前透过花莲施工所社福整合平台 捐赠了轮椅、拐杖头还有白米等物资给花莲县肢体商产福利协庆会 市长温家贤感谢联新慈善会继去年之后再次来到花莲捐赠物资 让爱循环不断 新北市联新慈善会透过花莲施工所捐赠了轮椅、拐杖头还有白米等多项物资 给花莲县肢体商产福利协庆会 市长温家贤感谢联新慈善会再度立临花莲散播爱心 谢谢联新慈善会在去年做了第一次的一个物资捐赠之后 今年他们也履行了他们的承诺 在去年的时候他们跟我们讲说 希望能够永续迅的来做关怀跟做公益的事情 那今天走到我们花莲市 我们民意里这里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单位 过去都是在服务我们一些肢体商产的一个朋友们 那我们可以看到肢体商产的朋友们 无论在工作跟生活上面 常常会遇到一些比较大的一个困难 所以在今天他们也捐赠了轮椅跟拐杖 还有一些生活物资 再次要感谢理事长率领的所有我们善心的每位好朋友们 也代表花莲市民谢谢你们 联新慈善会由理事长侯登旺 协同多位的协会干部来到花莲捐赠了轮椅食材 拐杖头500个还有1000斤的白米 也感谢我们年新慈善会这些港口大力的支持 谢谢 这点是我们花莲的兼职 是我们年新慈善会的料理师 他有承诺说 我们花莲有很多需要帮忙的地方 我们今天捐赠轮椅13台 还有白米1000斤 美业拓修 借由我们副会长来转正 给这些平革需要的好朋友 这些感谢大家 联新慈善会这一次再度把服务触角延伸到花莲 主要是廖志祥理事 她是花莲女婿 她希望可以为家乡来服务 而肢体商产福利协计会理事长 吴振元也表示 这批物资可以说是送到每个人的新坎里 感谢联新慈善会和花莲施工所对会员的关怀 谢吴振元室报道